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這個就是你們每次都不會按的東西 對 按下去 那我剛剛把這附近又整頓了一遍 就例如像這條路 我把這條路給建出來了 那這邊我用這個 這叫什麼 草地把它挖掉 那個 其實不知道這叫什麼 反正就是用這種方塊 然後都出了這條路 然後這樣稍微有點彎彎的這樣上來 然後又一些這個 山木的半磚這樣往上延伸 然後延伸到這邊 那酒罐裡面我也做了一些內裝 可是這其實做的蠻隨便的 就只是做了幾張桌子椅子 然後這邊用了一個 就是有點類似像櫃台的感覺吧 然後還召喚了一隻鐵巨人 這隻應該就會是我們的酒罐老闆 那他名字叫 對 來喝酒 桌面上這邊是都還沒有放什麼東西啦 我應該會去城鎮中心那邊換一些木桶之類的來放吧 然後這邊啊 有一條路可以這樣通往這邊 我預計這裡啊應該會跟前面一樣就是做出了幾條路喔 那一條會往這上面走 這上面還有一個小平台喔 那待會我應該會在這一塊蓋一些東西喔 然後另一條路就是往這邊走啦 這邊走是我們的植樹場喔 可是植樹場我還沒有開始弄 應該等一下也會用一下 然後再來是這個啊 這個是我在前陣子直播做的 因為這座島不是就是山木地形嗎 所以還蠻多狐狸的喔 那我就拿雙神 然後把這兩隻野生的把它牽過來這邊啦 那我就把這兩隻抓到這邊 然後用這個柵欄給他圍起來 這樣我們繁殖比較方便嘛 只要給他填梅就會生出小狐狸嘛 然後我們再帶著小狐狸回到我們那邊 那那個小狐狸就會被我們給馴服啦 那其實這邊已經有好幾隻的狐狸在家裡面喔 然後這邊我還有順便就是牽了兩隻羊過來 然後一直繁殖出這麼多 之後陸續應該也會把牛或者是豬之類的牽過來吧 然後裡面這邊啊 對這裡有一隻狗狗 這也是在直播的時候馴服的 上一次的直播基本上就是一直在馴服動物啦 然後你看這邊這裡三隻就是我們馴服到的 我這樣靠近它他們也不會離開喔 因為這是已經馴服的狀態 然後其實這裡之前不是有說要做地下室嗎 其實我已經挖好了啦 那我們這樣往下走這邊就可以到我們地下室了 這地下室之後我再做一些內裝就可以做成倉庫的樣子 那在那之前呢我還是先把它堵起來吧 我怕小狐狸他們跑到底下去我會很麻煩 因為狐狸他們不像狗狗一樣 狗狗會跟著人但他們不會 他們馴服只是不會跑掉而已啦 要不然就是我的理解錯誤就是他們還沒被馴服 我是不清楚啦 不過至少我直播的時候大家是這麼說的 那應該很明顯吧就是大家應該都有注意到 其實這次螢光石都還是外露的喔 就是上面的地毯我都還沒有給它鋪上去 因為我們的羊其實還不是很多喔 那我剛剛有提到就是我們要在上面蓋的東西 其實就是要做羊毛機啦 那我材料其實都已經放在身上了喔 在1.14的時候發車器有做一些更新喔 假如你在裡面放剪刀的話 你就可以剪羊毛了 所以就趁著這次更新 既然更新這麼方便的東西 我們就做了一下羊毛機吧 其實一直以來都可以做羊毛機啦 只是之前的做法沒有這麼簡單而已 那打開我們的背包 嘿 那基本上就是需要這些材料啦 首先我們一定要漏斗箱子嘛 這個很明顯就是幾乎所有物資收集都會用到的東西 那再來是這個漏斗礦車喔 因為羊要吃草地它才會生出羊毛嘛 15本上面那個方塊必定會是草地 會是一個實體方塊 用漏斗是吸不到的 所以我們就要用到漏斗礦車啦 然後再來就是一些方塊啊 然後我們偵測器是用來偵測草地是不是有變化 當草地一變化的話它就會驅動這個發射器 然後開始剪羊毛這樣 這樣只要養一吃草它就會瞬間把它剪掉 這是我自己的想法啦 其實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麼做 我還沒有去查過其他人怎麼做 然後我現在要去一下領地那邊啦 因為其實我們這邊沒有草地 如果要用養過去的有點慢啊 我自己是不喜歡一直等啦 所以我去拿一下草地喔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裡有一隻羊頭也跟著過來了 那我們往這邊走 這個地獄堡壘這邊有一條路可以回到我們那邊 之前我不是有剪過一次直播的精華嗎 就是那次豬人的那個事件 那天的同一天啊 我才發現就是汪汪其實有幫我們做這些路標 真的超感謝汪汪的啦 都已經快搞不清楚這到底是他家還我家了 他好像比我還熟這邊 然後這邊就有一些路標啦 他們會告訴你往左往右還是要繼續往前之類的 一直這樣沿著走就可以回到我們領地囉 之後我應該會再用個比較 好一點的路吧 就可能再另外挖一條路這樣穿過來之類的 不然這樣一直轉彎其實還蠻麻煩的 而且其實到這一塊啊 我之前每次來到這邊我就開始思考我到底該往哪走 哪是往這邊啊 這邊還有個洞 那其實我也不知道領地那邊到底有沒有草地 雖然說這種東西照來說應該很多啦 但是說不定會被丟掉 那這樣走上來就可以看到這座橋啦 這座橋是通往我們終界的那個地獄門喔 對這個地獄門就是通往終界 那我們往另一個方向走就可以到我們領地啦 這座橋應該是我們整個地獄裡面最大的路標吧 就看到這個基本上就一定能找到家了 那我們這邊回到縣市了 我們經過這座橋就可以到領地啦 那我們通常這些東西應該都是放在這附近的箱子啦 剛才那個不是喔 這個也不是 好這箱子都不對還有這兩個 好身為一個領地 竟然一個草地都沒有 真的是非常的令人難過啊 好啦我剛才到處翻了一下 幾乎都沒有草地 我最後找到草地的地方是在我自己的房子裡 有中沒有好啦 而且我們其實頂多只需要 應該四五個就夠了啦 其實數量不需要太多啦 就底下至少要有 一個讓他吃的草地吧 還有周圍要放一些讓他可以生長的草地 好那我們就從終界回去吧 不是啦地獄不好意思 好啦那我們回到領地這邊 不是領地 就是回到自我島這邊了啦 喔然後這裡竟然有一些業魅耶 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才剛到白天而已喔 不過沒差啦反正已經白天他們會燒 那我們就來這上面開始建造吧 其實我們不用現在就立馬建出16色的啦 因為我主要我只需要黑灰白這三種顏色而已 那我們先在這邊放個 然後後面放個漏斗 然後在漏斗上面我要直接放這個漏斗礦車喔 然後這個就直接這樣圍起來啦 欸對了我突然想到欸 我記得在1014更新之後 我這些東西都有半磚了對不對 之前我都會用那種燒過的石磐磚啊 然後跟這個方塊來做配合 因為我覺得那樣其實 合起來蠻好看的 但現在已經可以做這種階梯囉 然後這樣子也可以做這種半磚 但半磚我應該不用啦 階梯是為了讓那個箱子比較好開合喔 而且之前如果用石磐磚的話 他還會就是 可以看得到裡面這個礦車 會很醜 然後下雨感覺好麻煩喔 老實說我蠻想把下雨關掉的 然後再來是這裡啊我們要放上個草地 然後周圍這樣也放上兩個吧 欸其實旁邊放個就好啦 旁邊放個他就會延伸了 那這個會是我們放羊的地方 所以這個要放發射器 然後最後面這個啊 我們要偵測這個草地有沒有變化嘛 所以後面放個這個偵測器喔 那偵測器只要讓他可以 就是驅動這個發射器就可以啦 所以紅石怎麼放都其實沒差啦 然後再來是玻璃這樣圍起來 我一個兩格高就至少讓羊不要可以跑出去就好 然後我記得玻璃放在這個草地上 這草地還是可以延伸過來的 我是覺得蠻有趣的 因為照理說實體方塊這樣放上去 他草地會慢慢的變成泥土 可是好像玻璃不是實體方塊對不對 他好像龜類不一樣 老實說我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玩這些紅石之類的了 所以我已經有點忘記了 那我先把四台做出來吧 之後其他的顏色我 如果需要再說啦 其實這東西蓋起來真的蠻簡單的 而且這東西我記得他效率還真蠻高的 只要你那隻羊夠餓啦 他就會一直生羊毛了 然後怎麼感覺我這些玻璃好像不夠啊 喔不是好像是真的不夠 然後我這樣好像沒辦法放這個 會 可以耶 那站著是不是會往上 對站著他那個角度會往上 還好現在這樣蹲下來會改視角 這個蹲下來改視角真的超方便的 不然之前放發射器也是非常麻煩 那我再去看一下我沒有沙子還是玻璃之類的喔 其實我在蓋這之前我一定有燒夠一些啦 這裡還有16個啦 剛剛我們手上那半組其實也是我才燒完的 因為我都幾乎沒有什麼在燒這種東西的 給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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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金的腳步 給你給你給你 你還在那邊 發呆啊 動作啊 有了有了動作了動作 然後我先把一隻解掉 然後把這隻先拉上去 然後 差點掉下去 你先 定位你先定位 不是上來 不是上來 你先定位 定位 然後這樣 然後下去一個 乖孩子 我覺得還是先把他圍起來再說好了 有了有了 好像剛才 裡面沒有放剪刀北漆啦 你的位置在這個 下去 Nice 我去拿多一點鐵釘然後把那個剪刀全部補進去 因為剪刀這樣放上去然後發射器發射的時候他也會耗耐久 所以這個算是一個消耗品 那我們到這背面去喔 這樣 直接全部補滿吧 那好 我三隻都定位了我還要再放一隻嗎 應該不用了吧 我現在只需要三個顏色啦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做四台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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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